因为在中华市中心的民团楼房子里面 有一次为真有个性的老家白丰敏挡在航部的咖啡 它的咖啡道品质要求真观 净咖啡道就用了比白人更长的时间 他说坚持好品质再到家客流下去 也因为这样坚持才让这家真要找到咖啡店 着着家客将来平衡 中华市中心有一个商品的日地 经历更是个因的地物 还有留两年在里面的效果 没亲像咖啡罐 举着点团出一盏一盏咖啡香 业者白丰敏说 这原本是他妈妈的回忆 中属经管设计的他帮忙整理 87回母亲有回忆 他就把这家搭着先收益自己的空间 但是为什么叫做五三咖啡 他说五三的咖啡 五三就是在彰化市民权路53项 所以叫五三咖啡 我本人又53年次 开业的时候是53岁 所以才叫五三咖啡 要找到这间咖啡店实在不简单 非常无期间的工房 常常让人杀不 老家说生巧的说 实在是做不来 跟市民权夹去炮的咖啡不一样 酒炮的咖啡小多要求更多 可是无用心 很容易让人家隔组 为酸豆、酱豆、烘杯、汽味、包装 每一宝都买到青菜 有的时候无用下去就几六天 吹到炸的差不多都是老客户回流 那才是全港来 问过朋友所以特地来找 所以就有缺汽味豆就会来这边 对对对对 这三年多来一直都是这样子 他说市民上买咖啡店的很多 他只是做他应该做 他无法的设备夹去 都是刻意对咖啡的建设 喝到好的咖啡 顾客的眼睛会告诉你 赞金连销九十天 喝杯咖啡 大概都没吃菜 到现在特地表签 他都为此手下 他说这就是温度 要做到最好 就是极致 把咖啡豆 视为一门艺术 然后你就是 从挑豆到烘豆丸 每一个你都要 把关 做到最好 烘豆之前 挑豆是 必要的 然后你挑的干净不干净 会影响 烘出来的品质 那个 在午餐咖啡 就是挑到 几乎是零 零瑕疵 然后 自己能喝的 才会卖给客人 中华有越来越多人 选择到地平創业 无关是文創技术 餐厂米饰 那些是咖啡地点 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要在这么多 行业当中站起 在这有創意以外 更加需要对自己的 商品的坚持 做出真正好的商品 第六个铁铃铃铛 这些人在消费市场当中生存 新中华新闻林浩 几乎 彩虹伯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